2022年即将过去 回顾这一年里 美国娱乐圈可以说是一挂接一挂 它们让我们体会到了震惊 失望 惊喜 刷新我们的三观 也重塑了美国的流行文化 2022年最重要的娱乐圈大事件有哪些 我们选出了一下这10个 来看看你都记得哪些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给我们补充 要是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那就记得转发评论点赞 关注和打开通知 这样就可以看到更多我们plus1 精彩内容 耶耶 1600万人直播里看营地打人 假如我们在网上发起一分投票 今年3月发生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大人事件 应该会高票当选 最让人震惊的娱乐圈事件 主持人Chris Rock 拿Will Smith的妻子 Jada Pinkett Smith的发型开玩笑 说他适合演GA Jane 魔鬼女大兵 一些网友指出 这个玩笑本身就不太好 因为Jada Pinkett Smith剃光头发 是因为健康状况导致了脱发问题 但谁也没想到 Will Smith会直接走上台 给了Chris Rock一巴掌 事后 Will Smith被禁止参加 未来10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直到11月 Will Smith才在每日秀上 谈起这件事 I guess what I would say You just never know what somebody's going through R Johnny Depp 与Ember Heard的 事迹审判案 这个人称 近年来最苟且的明星庭审案 在6周的时间里 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 得到了15千里的媒体曝光 也给全球网民带来 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 赔审团判决 Depp上诉 获得超过1000万美元赔偿 而Heard的诽谤诉讼 也有一项城里 获赔200万美元 德普希望 这场审判 能帮助恢复他的声誉 但是公关专家称 这是典型自杀式谋杀 在社交媒体的参与和影响下 他变成一场网友的狂欢 就在这周 是宣布 双方达成了和解 他将放弃上诉 并支付100万美元的赔偿 但他强调 这并不是认输 而是自我的解脱 这个案件 不仅在美国娱乐圈里 留下了历史性的一笔 对未来的案件和文化运动 也有可能带来长远的影响 三 卡代山称坏原版梦露群 5月的McGala慈善网会上 经卡代山 穿着玛丽莲梦露 最具标志性的联谊群 现身红毯 这时60年前 梦露为肯尼蒂总统 唱生日歌时 穿的那罗色联谊群 卡代山说 他减重14斤 才穿进这条裙子 但事后网络上的图片显示 裙子被撕裂 一些水晶也不见了 这引发了 时尚历史学家的强烈抗议 虽然曲子所在的博物馆发声明 反驳了被损坏的说法 但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这事 有钱能使鬼推磨 不知道这场风波过后 还会不会有人敢把历史文武 借给明星走红毯呢 4 小甜甜不赖你结婚了 Hashtag FreeBritney 是一场前所未有的 由粉丝引领的网络倡议运动 在发起10多年后 他帮助Britney Spear 在去年摆脱了父亲的监管权 他在6月举办了婚礼 很多粉丝为他感到开心 不过也有不少人毅然质疑 Britney Spear是否真正自由 Bennefer 2.0 今年还有一对 被人津津乐道的名人婚姻 就是彭·阿富莱克和珍妮弗·洛佩兹 他们在订婚分手20年后 再续前缘 这种情与复合的例子也许比你以为的要多 有研究指出 10%到15的夫妇在分居后会和解 月6%的夫妇在离婚后重新结婚 No.6 Elon Musk收购推特 要说Elon Musk算是娱乐圈里的人 应该不会有太多人会反对 马斯克收购推特这场风波 从一开始提出 到较已破裂 再到最后完成收购 就没有离开过新闻头条 最近马斯克又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发起了投票 问大家他应不应该继续当推特的CEO 还说他会遵守投票结果 还会照做吗 7. 坎爷被大规模抵制 看一问CEA 大概是今年获得最大争议的明星 今年10月 他在一个播客上自信满满地说 哪怕他说一些返游的话 阿迪达斯也不能放弃他 不久后就被打脸 而且不止阿迪达斯跟他结束合作 还有巴黎世家Vo等品牌 虽然时尚事业受打击 身价也大大缩水 但他的音乐似乎没有被影响 他在英国和美国的Spotify上 躋身2002年最受欢迎艺人前5名 8. Taylor Swift新专辑破记录 说到今年的新专辑 最能打的是Taylor Swift的Midnights 首发24个小时就打破了Spotify的三项记录 他也成为首位Bowland 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 前10名的艺人 更抓马的是 他的演唱会门票发售造成疯强 导致售票系统Ticketmaster瘫痪 以法国会和各州司法部长调查 莫非Taylor Swift将凭一己之礼 结束美国演唱会售票系统的垄断行为 9. Adam Levine被曝出轨 9月一名叫Summer Show的网红模特 晒出了他与Adam Levine的聊天记录 其中包含性暗示和露骨对话 而此时Levin的妻子正怀着第三胎 Levin发声明承认自己言语悦切 但否认出轨 有微博评论说 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还有更多网友为他的妻子打抱不平 如果Adam Levine是个中国的明星 应该多半会被封杀了吧 10.哈利与美根纪录片播出 不管你对这对夫妇是爱还是恨 你都不能否认 他们走到哪里都自带流量 Netflix播出的Harry & Megan 成为平台首播一周内播放量最高的纪录片 被2800万个家庭收看 以上的就是我们为你总结的 2022年美国娱乐圈十大事件 哪件最令你印象深刻 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